自从范冰冰因为利用阴阳合同等手段偷漏税被罚8.8,以后,一场针对影视圈的税务击查风暴就注定要来临,只是不知道这场风暴什么时候开始,又会有哪些明星被裹挟其中。 最终落得像反冰冰那样颜面扫地,随着一份明来恒电工作室会议内容文件流出,大家发现这场月亮之中的风暴早已刮起,而且势头强劲。 有业内人士透露,在三天内,浙江已有17位艺人,被顺务机关约谈,通知出来后,大家一片叫好声,毕竟偷漏税这个市民分太大,大家辛辛苦苦一个月5000块钱的收入都要浇水,你们这些日入抖金的明星,居然绞尽脑汁在偷漏税,还有良心吗? 较好之余,大家也有一点遗憾,不是都约谈了17个明星了吗?为什么不把名单公布一下?难道还要给这些偷逃税款的家伙们保密不成? 终于,今天下午,有人爆料出了第一个涉及到的明星,八卦网友比较好奇被约谈的17位艺人是谁? 随后,阴网友爆料邓超瑟利夫妇不讲2.5亿,至于是不是真的,目前还不能确定,而近日邓超更是发安,要吸引要陪伴孩子不知道是否与此事有关,只是没想到,第一个被爆出的居然是这两口子 说实话,这两口子算得上演一圈里的模范,人设极好,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事,深受大家的喜爱,但如果真的偷漏税款了,那咱也坚持支持税务机关的行动,毕竟偷税是动了所有人的奶酪,如果爆料是真,那么孙力邓超两口子补了2.5亿税款,的这个数目也够吓人的了 虽然比范冰冰的8.8亿上元,但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,来说,这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从下午曝光后,邓超和孙力方面一直没有消息,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在这个敏感的时候,沉默也许意味着默认,从甄嬛转热播后,孙力片酬直线上升 从一级三十万,到米月转已经是一级七十万,到那年黄开热正元一级已经高到一百二十万 仅这三部剧,娘娘就入涨1.7亿人民币,邓超也属于老前高手,跑男片酬一级了三千万 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,就是非常的低调踏实啊 尤其是邓超,出道这么多年,勤勤恳恳,一直都放到在演艺事业的第一线 还有孙力,也是一个比较注重作品 质量,大于个人利益的一名好宴货员 出演了那么多经典的作品,应该不会做出这么傻的事情来的 所以本资门大客放心,但是目前娱乐圈的氛围确实很紧张 各大明星艺人的工作室,面临检查也是事实 不过如果暗示不缴税款,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希望大家喜欢的明星艺人都能够经得起这场大检查版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